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格林童话 少年维特的烦恼 这些经典书籍伴随了国内 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而将这些经典带到国内的 是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 德语翻译家杨武能 在6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 杨老为读者打开了世界童话的大门 领略雄鹰之国的文学 思想 这些楼不是年代 我们从这里进去 我非常喜欢看图书 我们图书馆现在比较小一点了 搬到这来 这一个就是一个好处是快把活动 在6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 杨老翻译了很多经典著作 其中歌德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 说起不是故乡盛似故乡的歌德学院 杨老感慨颇多 一有机会就去各地的歌德学院看看 在这个歌德那个大的项目里面 你还在做翻译 这个呢就是做出来一个好处 一个总结过去一百年 中国人在翻译研究 歌德的影响 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快四年了 明年应该要结束 但是不行 那么大的你不能慢慢扑扑 所以可能还要做几年 为了专心研究歌德翻译其作品 在1990年 杨老卸下了四川外语学院副院长的行政重担 仅七八年的功夫 就比过去二三十年翻译的著作还要多 他陆续出版了《歌德与中国》和《走进歌德》专著 完成福士德 清和力等在内的四卷本 歌德精品集 以及十四卷歌德文集的翻译 并先后获得了德国国家功勋奖章 红薄奖金 以及世界歌德研究的最高奖 歌德金制奖章 不是编了十四卷的歌德文集吗 我们想把它编到二十卷 把那些文学书籍介绍进来 比较多的介绍进来 让大家读 就让人能很好的了解德国与德国人 德意志的性格 你从他的文化 我们是学习 借鉴 所以对双方都有好处 研究了大半生的歌德 杨老依然放不下 即便已年鉴茂蝶之年 仍然比更不错 继续歌德的研究 他希望让我们看到 歌德不仅仅是一位作家和诗人 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回望自己的翻译生涯 杨老直言自己不走常规路 一生都在爬坡上坎 杨老说 之所以能不断翻越高峰 最重要的就是一辈子碰见了很多贵人 首先就是自己的恩师 冯志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中国先后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制度 杨武能如愿考进了中国社科院 成了诗人翻译家冯志先生的研究生 读研究生期间的杨武能 因为执着于发表文章和出版译著 多少显得有些不务正业 在冯志的影响下 杨武能开始译什么就研究什么 研究什么就翻译什么 让研究和翻译结合起来 两者相辅相成 做翻译 你需要研究到一定程度才能做 为什么很多人翻不好 他没做研究 他的这个作家 这个作品没有深刻的认识 他怎么能翻好呢 所以他以前是一种偏颇的观念 读研究生期间 杨武能不仅翻译了 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等多部著作 还挑战文学翻译权威 复译少年维特的烦恼 但首先第一个是 科夫自己敢不敢翻这个问题 以前这个译本 1922年的时候 出版以后产生极大影响 这个译本是谁呢 是国墨若 郭老的译本 郭老是什么身份 什么影响 什么地位 他翻的 你再去翻 胆道包天 虽有郭老的诸遇在前 受到恩师逢治的鼓励 杨武能仍然冒着被批评的风险 坚实翻译 在他看来 学术上不应满足于 对前辈们的异步异区 而是力图创新有所突破 经过不懈努力 新译本在1981年问世 第一版印刷了八万册 很快便销售一空 之后便是不断地重印再版 总印书很快超过一百万册 让歌德的这部杰作 在中国重新火了起来 这些贵人除了自己一生的恩师逢治 还有一路提携他鼓励他的文坛前辈 其中让他印象比较深的是 他与钱钟书交往的故事 1983年 杨武能撰写的《歌德与中国》一书 初稿被钱钟书无意看到 前老看完后 给出了详细的指导意见和参考文献 原来印象里头 他是一个好像很傲慢的人 不敢去 跟钱带信 我想去 他就非常欢迎 结果我家里实在有事 我没有能如约去他那 后来又约一次两次 大概第三次才登门了 杨武能因临时病故连续两次爽约 钱钟书非但不怪罪 见面了依旧热情地指导他 并多次提及翻译的画境 让原作忠实地 一直读起来不像一本 他给我讲了一些 应该注意什么 应该注意什么 找什么人的书来看 他很清晰 而且实实在在地给你指点 他是一个态度级的学者 我只是刚刚毕业了 研究生物 他花那么大的功夫和交往 真诚地鼓励 希望你能好 追议起钱钟书 杨武能深感愧疚 称自己给钱先生 添的麻烦太多了 半个小报要请他提写刊明 出了书要请他指证 连自己晋升的职称 调动工作这等小事 也向他报告 写了很多信 十几封 到最后手已经不行了 都抖出原作笔写 韩国习信 我看了不行了 我再这样下去 老人家很辛苦 我就干脆不再跟他写了 我不写了 但他就停了 直到他去世 当着自己的老师 所以 尽管 我们一到他那儿 去写读书 中国人叫做 诗书弟子 对我的印象很大 在重庆图书馆 杨武能助益文献馆 我们不仅看到 钱钟书 杨将 冯志 季献林等人 写给杨武能的 数十封亲笔信 还有他与余光忠 王蒙等 当代文坛巨博 交往过的老照片 谈起与余光中交往的往事 杨武能至今记忆犹身 他一篇文文叫做 论得得不休 翻译墙太多的得得得得 他就批评这个事 最后举了一个例 罗兰箱子的最后一句 好像说一个高大的 宽间的背影消失了 就是也有好多个得 我就冒着冒着站起来 我说余先生 这个不对 人家认识创作 我不是翻译 不能拿来作为翻译 得得不休的例子来解 这一下成长鸭曲的声 他站起来 跟我一句功 谢谢你 杨先生 我代表老舍先生 谢谢你 这一家你想一想 他承认没有 他竟然说我说的不对 也没有说他承认他不对 那这是一个职责啊 除了研究歌德 杨武能还翻译过《格林童话》 这本陪伴了几代人童年的读物 内容并不深奥 文字也很浅显 但在杨老看来 童话里的故事永远讲不完 每个童话中都藏有文化的密码 是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窗口 即使多少年过去了 我们已成为老头儿 老太婆 每当想起善良的小矮人 想起灰姑娘和白雪公主 我们心中仍会感到温馨 在时代巨掏翻滚之下 杨武能致力于创造传之久远的 能纳入本民族文学宝库的翻译文学 即便年届茂蝶之年 也依然比更不错 在他的心里 歌德不仅属于德国 更属于全人类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文化时分的公众号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不仅有机会迎娶演出门票 或者文创产品 参加我们的线下互动 还有机会和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